各位會眾 不好意思 川法先生還在想 CBSD 民主黨的教育部長 讓夫董負責任的當典舞董 CBSD 大家好 我是宇宗長 我今天這個節目要來講 PVM 訓練主馬島 陸佛的成績人士主導 小女主導PPSP 那我大概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大概是2009開始參加異世界的PostCov 那我今天第一次在PostCov台獎 那我大學的時候我有駕設過PPSP的Server 然後駕過一些像Apache啊 DMS那種Server 所以PPSP還蠻有興趣的 那還有水過一點點的PageRamp 那我今天會算是 結合我生涯已經水過的東西 然後把它做一些成績這樣子 那這是今天的agenda 我會現在談談PageRamp 會有傳統的PageRamp是怎麼樣的 那我們會跟大家介紹說 PageRamp也可以做現在的分析 那也會跟大家介紹說PPSP Covid 當中的HeaderFab 我們有哪些的 新的Sandar的代理 哪有哪些GFO6的代理 然後也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NameworkX的一個Python的代理節目 那就是想像我們的事業 Covid WebX的概念 那我們來談談一下這幾段 這個是想一下 會不掛的概念 從傳統的網頁啊 它會有 會有一個N2 就是一個指標指 指到某一個網頁指到另外一個網頁這樣子 那它 它就是一段的 台座定格的類管子這樣子 就是 不減量 就是減量 減量就可以減到另外一個網頁 那這就是一個指標 從一個網頁指到另外一個網頁 這看起來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可是 如果有 很多網頁解枯起來的話 就會變成一張圖 就會變成一個圖形的概念 就會有 你把一個網頁按成一個節點的話 一個節點指到另外一個節點 然後如果有 上千、上百一多網頁的話 會 互相指來指去 那PQN可能是根據這樣子的方法 來 法案拿來做算分的 這個概念 它會 藉由這種 指向性的 指向性的方法 其實最後去算出哪個網頁是比較 重要的網頁 那 告訴我們哪個網頁也比較重要 那 呃 它的權重啊 權重的算 算 算 算這種分數的方式 方式啊 是藉由它的 呃 被指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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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論的 對 去加起來 去算的 舉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嗯 左邊這張圖 是 一個很簡單的方例啊 就是有七個網頁 那七個網頁會互相指來指去 就互指這樣 那你可以 比如說我們看 第一個網頁喔 第一個網頁 它要指到 嗯 指到第二個 指到第三個 指到第三個 指到第四個 指到第五個 還有指到第七個 就是它的Olink有指到五個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整 這七個網頁 把它轉 轉成一個 鄉民舉動 欸 鄉民舉動 鄉民舉動的概念就是 嗯 第一個網頁只要 2 3 4 7 然後 第三個網頁只要 第一個 然後 第三個網頁只要第一個 跟第二個 那就是 而且把它 把 這個 這個 轉成 平均指針 之後 嗯 這個就會 有點 先進在做 用 就是 它會 取得 它的 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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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經常排序之後 那它的指越高的 就是指越大表示 表示這個 指越越重要的 就可以把它的重要坑當中排序 那排序的就是大概用這樣的概念 就在找出最重要的網絡 所以它的坑是多長 然後是最重要的網絡 它的坑是多長 那這是傳統的特殊讃可 那我今天要講一下 我最近幾年發現的心得 就是特殊讃可 可以拿來做靜態層次關係 這一張圖是VPSB裡面的LS 就是如果你有學過或是使用過VPSB 它是轉OpenSource 基於VPSB還更值得 作為系統 那這張圖是 LS.C的 Header File 就是 這邊可以看到 一個 一個點心 點心 然後領庫的這麼多的點心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推 推上傳說 它領庫一個Header的話 我們就把它 就把它 就把它 就把這個檔案把它指向過去 就領庫過去 就領庫一個Header 就是說 它也領庫一個Header 你就把它指到 到那個Header去 那它也可以 就可以發現 發現 LLS.C裡面 就是它有 領庫這麼多的黑的 它就把它指向這麼多個 這麼多個 這麼多個 解點這樣子 那你就會發現說 一個檔案 就可以指到這麼多檔案 那我們這邊來介紹一下 VPSB裡面的Header File 哪些 這邊是要講一下 C的標準的 C的Header File 就是它裡面有一些 什麼C Type 啊 MS.H 就是各種的標準 C的Header File 那有些是C99 還有 VPSC我看了一下 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C類的 好像只有 C99系列的 然後還有 C的PoSix的Library 就是它有一些 VPSC裡面都有一些PoSix PoSix的Header 那我這邊沒有在C 我只要給大家看一下 它有這些Header 這樣子 那我們就把 我這邊要講一下 我這邊做了什麼事情 就是 我們把整個 VPSC的Sox Code 它拿去 它拿去 就是我們去分析 VPSC的Sox Code裡面的 所有的Header 去把它的所有Header 把它抓出來 那它就可以建構成一個 圖形 然後那個圖形去 跑Header 就可以找出來說 Header 等一下說 VPSC裡面 它最重要的檔案 是哪一些 這樣子 在這邊要講一下 Network X Network X 是一個 Python的Pyc 它可以 它有 它可以拿來計算Header 然後 還可以拿來做 各種的圖形分析 它比較 比較多 多的地方是拿來做 圖形圖端法的計算啊 或者是畫圖之類的 這個 這張圖 是介紹一下 Maequan X 它可以拿來做 這種寫點分析的圓端法 它裡面有持過很多圖形圓端法 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是拿來 把它拿來做 Header的計算 然後還有做 繪圖的部分 大家講一下這個程式啊 就是 就把 BPSP裡面所有的檔案 它把它 它的Header file 都抓出來之後 然後把它存成一個 像是一個Header file 的檔案 就叫做 就是把它存成一個 所有BPSP的Header file 都抓出來 然後存成一個 它有一個 Head 那它 那這個Header file Header file就是 它其實就是 它的內容 其實就是像那種 Ls.c 然後指導某一個 Header file 這樣子 就是 它內容其實就是這樣 那所有的東西拿去 把它拿去 存成一個 大概 20幾Mbps的 一個Test裡面 然後把它拿去做 做 做分析 那這邊是講 它把它 做一個直像圖 然後把它 它可以增加它的 Edge 然後就是把它 把整個BPSP Header file 裡面拿 拿去做 轉成一個有像圖 就對了 有像圖 然後 在 NetworkX裡面 它就有內建一個 Header file 的 盤式 它 就可以幫你 已經 已經辭做好了 Header file 就是你不用再去 學程式去 做Header file 的方式 它有幫你做好一個 Header file 那你可以哪去 哪去 就是把它的 值 你如果可以為它 之後 它就幫你把Header file 賺出來 那最後 你就可以 跑完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它的哪一個Node 跟它的Header file 跟它的Header file 那最後 最後我們 最後我們 也可以把它拿來繪圖 像剛剛我看到一堆 網路接連圖 就是 這個 這個也可以把它拿來繪圖 就最後 它再加上一個 Header file 就是 補出它繪圖的工具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圖畫出來 然後 嗯 因為 這個 這個圖圖還蠻複雜的 就是 嗯 需要 扛圖運號去幫它 畫那張圖 就要畫很多張 畫 畫很多的時間 然後更好的情形 這樣子 我在 Google 上面畫 畫一張圖 就要花 嗯 二三十分鐘 你這樣一畫 就是 在完成我這整個 就整個工作 之後 我畫了 只要我們一個小指 這樣子 張圖啊 你可能看不到 看不到什麼東西 就是它其實是很多 節點組成 然後裡面都是 一個節點 代表VPSB的一個檔案 就是它去 然後 裡面 裡面那黑黑黑的支線 然後它把所有的那個 那個節點 黑黑的把它連起來 去寫掉 那張圖是把我做 把DVD的收集夠 拿去 畫出來的結果 那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最後謝謝Postcard 然後 有沒有什麼問題 先 演講大概到這邊 我問一下 那你跑出來說 那個Postcard的最高 哪個 最高 好像是 呃 GD.I.L.C. 呵呵 類似那種 這個 就是 就是 其實一個標準 最高 就 不用 還有其他問題 我想問一下這個投機在哪一方面放置你 不好意思 在哪一方面放置你 我原本的想法是 就是找出來 除了出手剛剛講的 我就是想要看到出原本的想法 想要去除掉這些 預設的原本 然後找一下領域的領域 或者是它的領域的原本 就是去除掉這些 去除掉這些原本 基本就有其中的範圍 然後去找出場 找出場之外 都決定是正面哪些人 都做掉的 但後來的想法 那後來 因為 嗯 這一個其實有很多很多區 就是 你都要去上面放過 就是它裡面去 有很多區域的領域 比如說 比如說 它在這條牌裡面其實有一些 嗯 條件 比如說 它有些條件 比如說 你放一些東西 然後就 可以出 或者是 或者是 那或者是 它其實裡面 其實裡面還有一些 去你的 那個 去你的 那個 那就是 你都要去 那就是 那就是 有些 交通貨物 你也有些 要不達 如果 那就是 你會看一下 你的 那就是 你有沒有說 弄一下 廚運 但是 還沒有去 的 所以 大家 給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 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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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其他的問題嗎